推广预防医学 陈奎孙本身就是典范 103岁的他行医超过70年 还在做志工服务 乐陵学堂激励许多年长志工 如何让人在生命终老之前 他都可以做跟社会参与 然后可以自我照顾的这样的这件事情 所以我要很感谢是 我今天有这个机会 可以认识到这么了不起的长辈 此季内湖林落出也是社区的关怀据点 康宁大学长期照顾学系 在这上10座课 帮长辈量血压 记录生活状况 运用所学 过我们这几个同学 都是把全部的长辈的资料都放在一起 也比较好调查说 这边的环境适合是怎么样的长辈 这种活动我会就是希望大家多多参与 这样因为主要是能有人交流 人才会快乐 快乐才会健康 学习也让人快乐 社会人口老化 做好自我健康维护 需要每个人的努力 单约新闻知识美之工 五零零 黄凤匡台北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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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